美国有人质疑 钱花哪去了 弹药到哪去了 将来这个仗打完了 市场标准 都是美国的梦魇 林克斯基讲我要70亿 现在那个赖地你了 每天都给我钱 邓轮司机认为他是在帮大家打仗 我等于是帮你美国人流血 帮你欧洲人前面顶着 所以你欠我 民间有个说法叫 搂草打兔子 这个兔子躲到草丛里面 我不晓得你在哪里 露一把草 兔子跳出来去打 那刚刚赖老师讲的那个就是说 来一发在你无人地区 就看你反应呢 你波兰学 哎呦你侵入我国土 我要跟你干 这是一种反应 一个是嘴巴一闭 我还没看见 新闻不报道 这也是一种反应 不证实 对不证实嘛 不确实嘛 自己收敛一点 就免得再来试我嘛 你知道当年 很传说很甚的就是 老公打我们823炮战 是测试你第七航空 那个这个第七舰队 能不能反应嘛 你美国对台湾的防御 是什么反应嘛 那个是有协防条约嘛 所以要不然怎么会 这个炮战打得无疾而终呢 对不对 体系怪怪的 一样的嘛 现在刚刚赖教授设定的就是 俄国现在很头痛 各种俄式武器跟美式的东西 都透过波兰 因为波兰跟这个乌克兰的 运行间很长嘛 我们看战争的经验 以前美国封锁北越 你有个胡志明小镜 那个小镜宽几十公里 大批的物资都下得来 那现在俄国也不可能 在这么长的边界上去拦 拦到你每一发 对不对 来不住进来就是 我俄罗斯的兵怎么死的嘛 第二个刚刚杨老师也讲了一个 美国有人质疑 你钱花哪去了 弹药到哪去了 美国的账目上 是六万发标准飞弹 如果说标准飞弹 一发干一辆战车 俄国要干掉六万战车 两发干一个也要三万战车 那三发干一个也要两万战车 俄国有这么大的伤亡吗 那飞弹大去了 因为当年乌克兰在苏联解体的 就是全世界的军火贩子 卖你们看好莱坞电影很多了 跑到乌克兰什么都可以买嘛 对不对 飞弹也可以买 什么都可以买 那将来这个仗打完了 赤真标准都是美国的梦魇 那恐怖分子拿这个玩意儿 在华盛顿机场 在凯特尼机场 躲在那里一发 把你一个迷航器打掉 赤真以前被管制得很严 因为它体积小 发射又准 机场跑到那个飞机起降 都低空 一发就干掉 干完把东西又丢跑了 你用你船偷渡到美国 走那个私枪的管道 或是毒品的管道 就很容易送你 所以这个玩意儿 刚刚质疑的 上次在阿富汗战争 美国已经发现了 很多钱不是花到 阿富汗老婆亲身上 花到他贪官政府 跟自己的军火商 跟所谓黑水公司 这些事情美国自己 媒体都知道 所以问这个话 很多含义 你钱花哪去了 六万发标准飞台 我没看到 有一万一辆坦克车被打掉 六比一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 就是将来的隐忧是什么 美国很怕恐怖分子 拿这个玩意儿来作乱 这些东西都很多 所以你想 你这时机下 我要七十亿 美国将来原来是很高兴 花三四亿把你俄罗斯 花了上千亿的武器装备 现在那个赖地你呢 你每天要给我钱 我重建建设要给钱 这就不划算了 所以这个棋子的角色 跟代理战争的角色 美国不会这样子 长期的共 不划来 美国是全世界 最聪明的商人 泽伦斯基认为 他是在帮大家打仗 这就是一个代理战争 然后呢 对东欧其他国家 波兰 波罗的海 纯寒死亡 我是在前面帮你顶的 我是帮你美国 在对抗的俄罗斯 否则 其实这个战争 纯粹就是俄乌战争 对不对 在这个之前 他还是乌克兰的内战 也就是那两个省份的内战 可是呢 为什么泽伦斯基 有这样认为 不论这个就不需要多解释 他代表的这个心态 我想不只是他个人 很多乌克兰人 都会觉得说 其实很不公平 我等于是 帮你美国人流血 帮你欧洲人前面顶着 所以你欠我 我需要这样子的 这个援助经费 另外一方面 他也当然 某种程度的这个 大量的这个喊价 你要知道阿富汗战争 在美国那个时候 2001年到 开始差不多 到年底的时候 他就占领克布尔 2002年的时候 他就开始动员 所有的这些盟邦国家 在做阿富汗重建 然后我还记得 在2002年的暑假 在东京开了一个 阿富汗重建的 这个国际会议 他们那时候提出来一个目标 是2000亿美金 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 而且那个是美国 自己挥军带着这个西方的 这个部队打进去的 而且是打 其实这个连重犯都不是的 阿富汗的塔利班 因为他并没有参与到 这个911攻击 所以呢 他要去重建民主 他要去重建阿富汗 他要以这个为基地 去整个改变中东 所以你看2003年 他就去打伊拉克 他那个钱其实 不只是阿富汗 整个在中东的 现在他大概6000亿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 这个寒假 我觉得某种程度 西方人 其实他这个策略是错误的了 德国人法国人 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知道现在 德国的最新的民调 是有六成的人反对 骤蓝的断掉 和俄罗斯的这个油气的供应 然后呢 法国这很清楚 然后美国的CNBC的民调 已经有39%左右的反对 这个拜登的这个乌克兰政策 所以现在大家感受到 这种压力很大的时候 那你这么高的这个寒假 那钱从哪里来 对不对 然后大家就真的觉得说 这个战争当初 其实真的是你在帮我们打吗 当然这比较有一点算不清楚了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认为 他在帮西方打这场战 我们也这么认为 这个基本上是美俄之间 在乌克兰发生的一个代理战争 好 现在疫情持续紧绷 推荐给大家可以使用 我们旺旺雪神的微酸性电解 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 大量有八坪的话 那么可以选择这一组 好 如果你会说 你的空间比较小啊 推荐给大家另外一组 80ml的容量的物化器 在哪里购买呢 就是到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能够买得到 好 谢谢大家